Hero,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回來了 今天有一些豪大的事情要講 今天呢, 就有一個好的事情要發佈的 除了這條影片發佈之外 我的假象不是太清楚 我會錄取更高畫質的畫質 但我不懂潮池 可能我太弱 應該是 不要管這些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發佈 光人仔自製Java小遊戲1 要改版到Beta 5.0 下一個版本是正式版 到前會有比較好的東西的名字 好像很無厘的名字 今次的Beta 5.0 改版了複雜的內容 下載後 它會有一個Ship檔案 解除壓縮檔案之後 就會得到這四個文件在文件夾 千萬不要把這四個文件搬走 就這樣留在這裡 你可以把整個文件夾搬到其他地方 但這四個檔案就不要搬走 只是搬整個文件夾 否則它很難會拆回 我怕它 這裡有四個文件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兩個TST文件 這兩個TST文件 就只是中英文翻譯而已 同一樣東西 就叫你不要開這個Code.jar檔案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昨晚在寫 最後打算趕下班 去發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開始不小心剷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是用來驅動它 讓程式不需要用ESE檔案 就可以驅動到 但是由於失敗了 我們就直接用ESE檔案來開Java 大家都知道 例如Minecraft那些Java的遊戲 都是有用ESE 即Windows的 執行程式檔案來開的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有些電腦 你裝了Java 都未必接受到JAR的檔案 你下載了ESE 就可以直接給你路徑 不需要那麼麻煩 等你自己會設定好所有東西 這樣就比較方便些 我們現在按著按鈕去打開它 等等還沒開到 我們再說一下 還沒開著 這個Code.jar 現在已經開不了 因為我弄了一些錯誤給它 但是你開它 都是用來抄 所以就不要抄那些東西 如果沒有需要請你開啟此 我看不太長 文件格裡面的Code.jar 請在ESE檔開啟此遊戲 一直都這樣寫 其實這個ESE檔 只不過是比較方便些 平時這個東西 你要在這個位置設定了Java 現在就不需要 它會直接幫你找你的電腦 有安裝Java 但你都要你的電腦有安裝Java 這樣它才可以開到 你沒有安裝就沒有辦法 你沒有安裝 這樣 我們現在就去示範一下 看這隻遊戲更新了 改版了什麼內容 好 GO 好 我們現在回到這隻遊戲 這隻其實不是遊戲 這隻是啟動器 這隻是不需要理會的 這隻是不需要理會的 這隻其實是 它同時會開了兩個東西 因為這個如果 你其中認識了兩個東西 都會一起認識的 但這個是一個沒用的東西 只不過是因為它要 驅動某些的程式 所以才要它 我們現在開了這個遊戲 這隻遊戲 這隻遊戲 這次是Beta 5.0 5.0 升了整個Beta 為什麼呢 因為我記得本來好像有Beta 4.0 但是因為 講工 所以 這隻遊戲 就沒有發佈 對 這次 這次Beta 5.0 是加了什麼 首先我們可以在右上角 再加了一個 系統訊息欄 一進來 系統訊息欄的原廠設定 就會是這個 我們要拯救這個星球 打敗敵方的人 聽到很喜歡病 很好的劇情 是不是呢 快點打我來玩 系統訊息欄 另外 我會有 擊中的時候 就會有個訊息 例如我們被敵軍擊中 他們會這樣 另外一個更新 就是敵軍生命值 成績基本上掛勾 不是掛勾 對 那當敵軍生命值去到0 的時候 本來原廠設定 應該會是 去到0 的時候 它會在瞬間 會彈出一隻飛船 然後另一隻會進來 但是由於我的 紫色限制 還沒做到 不好意思 所以 它現在 會去到0 就會馬上回復到90 你就當 有個很喜歡病 的轉換場面 這樣 它就會有另一隻飛船 來了 這樣 你們可以 第二 就算一下自己的生命值 去到0 之前 可以打敗多少隻敵軍的飛船 那 我這個遊戲 試過 做一次是兩隻半 去到第三隻 那時候 我打一打一打 就已經掛了 就已經 GG 了 所以我們遊戲 這樣 我的成績 可能 我遲些會加一個 打敗飛船 在成績旁邊 或者直接取代 因為成績 有了敵軍生命值 這個可以用來取代 這樣 我想可能會加一個 擊殺數 可以讓大家參考得好些 那 這個應該會是下一個改版 會出的東西 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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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留意 這裏 這個炮彈 敵方的炮彈 其實是快了很多 基本上 和你的炮彈的速度 已經掛勾了 而且 它是會跟著敵方飛船 這個是 你當是慣性作用 也好 這肯定是 這是慣性作用 對吧 我下一個改版 首先 應該會出正式版 下次改版 首先 會改好遊戲名 現在叫光榮仔自在 Java小遊戲的名字 也不好聽 而且 我會令到敵方的飛船 這個東西 盡量開始這個 這麼漂亮 還有 順便整理好這艘船 可能會用BMP ICO JPG 來整理好 對了 我們現在玩一下 其實已經很刺激了 比最初的Beta 1.0 的時候 Beta 1.0 你可以直接掛著機來玩 當然不可以掛機了 你真的要隨時 提防死亡事件 對了 如果大家想下載的話 下面的簡介欄 可以下載 來玩一下 那現在 我想幾個日數 或者幾個禮拜之後 應該會出正式版 那就到此為止 各位 拜拜 再見